近日 宁夏石嘴山一加油站附近发生车祸 追尾车辆起火 接警后 消防官兵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就在灭火的过程中 其中一名消防员发现 事故车辆正是自己母亲的出租车 因为伤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无法确定 他强忍不安和担忧继续救援 救援结束后 他才哽咽着给母亲拨通了电话 这位消防员紧紧攥着母亲的手 嘴里说着对不起妈妈 我来晚了 强忍泪水的样子太让人心疼了 烈火中他们不曾畏惧 危难中他们展现胸襟 但是面对家人 他们是孩子 是丈夫 是父亲 由于职业的特殊 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家人 只能希望家人健康平安 各地消防也纷纷在视频下留言 祝福阿姨可以早日康复 没有人肯定